包括这个超市里面 那么这个是中国水果进口的水果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牌子 那么这也是超市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小密密麻麻 这一个袋子大概1.6吨 这个日本他们现在在进行除染处理 也就是把这个受核肤色的污染 大概30公分这个土染 要把它挖出来 放到这个软性这个编织袋里面 存放五连 那么五连以后它怎么办 他们也不知道 但是大量的这种突然挖出来之后 他们怎么存放又是个问题 所以说他们就存放在这个福岛 这个沿海的地方 目前我们中国也在大力的发展核电 虽然日本是第三代核电 中国是第四代核电 相对来讲安全性要高得很多 但是当年日本也是在 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 那么它同样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实际上通过日本这个核的污染的问题 其实应该作为我们的境界 值得我们去反思 这个是在福岛目前生活的唯一的一个日本人 他是全世界辐射量最高的人之一 那么可能比不了切尔罗贝利 但是他是日本最高的 那么我为了取得他的信任 我跟他住了两天 通过手机免提翻译来采访他 他非常信任我 他告诉我说 你照我这没有问题 但如果你被核辐射以后 所带来的所有的后果我不承担责任 但你自己负责任 但是我还是留下来 听了他的故事 那么这个老人 他现在一直在日本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照顾动物 我一开始是带着非常功利的想法去看他 当我看他跟动物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世界上我见到的任何人 没有比他更伟大的 他跟动物那种情感 那种自然 是无与伦比的 那么当然作为记者来讲的话 我们有很多这个不能言说的东西 有很多报答的禁区 我们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那么天津大巴掌 这段照片大家可能知道 今年的何赛的 何赛奖的 包括一些国内的一些大奖 这是我第三天去拍的一段照片 我们新京报一个摄影 一个整个团队在第三天的时候 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 必须全部撤离 不能够再进行最终报道了 因为当时也是正好在这个大阅兵前夕 一切需要稳定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做法是什么呢 别人可以撤 我坚决留下 那么我可以不报道 但是我不能够停止记录 这是我的最基本的态度 那么随后的一周 半个月和一个月 我都先后多次去现场 记录他整个过程 包括一些受灾 上万个家庭 他受灾后的这种安置的困局 然后新京报在这个过程中 也连续给我发了 多个版的这个报道 那么这些报道实际上 也得到善丰的批评 严厉的批评 但是包社一方面写检讨 一方面在内部来表彰我 来鼓励我的行为 所以说我做的这些报道 它不是我个人的力量 是整个团队的力量 在支撑着我 那么这个报道是 讲湖南的一个故事 叫桃园 桃园门下面的桃园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 有一个旅厂 是全球民企500强 是在湖南省排前几位 拉税大户 它有造成了癌震村 还有大量的这种水污染 土壤污染 森林的污染 那么没有人去触碰它 后来我就做了 一个周的一周的调查 然后做出了这篇报道 这篇报道出来之后呢 是这个企业给我打电话说 他的二把手 说第一个 你帮我把这个 所有的网上的稿子撤掉 因为网上的报道 写了癌震村 给他们刺激很大 第二个呢 就说 我是管钱的 我给你打电话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我说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其实他不知道 我在北京吗 我一般带着两个手机 一个手机免提 一个手机录音 然后你继续说 他跟我说 多少钱都可以什么什么 给我讲了很多条件 第二天我就写了一篇手机 发出来了 发出来之后呢 他们就老袖成怒 然后通过他们的关系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又找了三级主管部门 给我写了20条罪状 然后要求 新京报道歉 要求把我 清理出记者队伍 说做假新闻 然后呢 他们同时在官方微博 还有他的官方网站 写文章攻击我 弄一大堆水晶在作骂我 那么后来 我们报社领导找到我 也是万一村 王总 他跟我说这个情况 我说我手里面有 更厉害的证据 注意让对方的负责人入行 他说这么厉害 我说是 他说那 那我们再去做最终报道吧 当时焦点反弹找到我 说我们想做这个最终报道 我说正好 我手里面有非常详实的证据 跟我走吧 然后第二天 我们就进入了现场 然后第三天 我就做出了这篇报道 就是 含千吨废料 这个报道 这个报道之后呢 这个 当地的这个环保部 要求他们做了24项整改 然后呢 我还专门看到 他那个24项整改的这个指标 然后呢 这个 他们把所有的官方的网站 官方的微博 所有的这个 来 侮蔑我的内容 全部撤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事情也平静过度了 有一个 有一个省的这个 县委常委 他跟我讲 他说 陈姐 他是我多次交锋之后 成为朋友的 他说陈姐 他 你是个好人 他你能不能改行 我说为什么 他太危险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这个报道 影响了我们一大 一大批官员 他这些人都想 各种方法构选你 他说我听到都胆战心惊 但是我听到 另外一种声音 当时我做一篇报道的时候 又接了一个短信 他说谢谢你救了我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后来我就打电话回去 他始终不接 后来春节的时候 他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他说他是谁 他现在这个事情 风平淡静了 我敢跟你说了 他说谢谢你 那么还有更多的这些 像他这样的人 会在春节的时候 或者在平时的时候 不断地问我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会给我寄前菜 会给我寄各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朋友特别多 所以说这是我真正的动力 就像我 这是我在这个行使这些 都过程中的真正的动力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那么最近大家知道 这个悬崖村这个事件 也是我报道的 悬崖村是电厂山遗嘱自治州 目前这个学界 也是比较空白的一个区域 因为电厂山是目前 中国最贫困的地区 那么尿山 中国要求在2020年脱贫 那么在全国两会的时候 尿山作为书记 当场表态 我做过直播 他说2019年脱贫 后来我在今年和去年 我在尿山很多地方 做了调研 我发现 用一个著名的学者的话说 30年前是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很多地方 甚至还不如30年以前 所以说你用三年的时间 解决30年的问题 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那么这个地方叫阿图勒尔村 这个是亮山遗嘱自治州 它的大概遗嘱这个居民占百分之九十几 过去在战乱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悬崖村上面 依附当官 这个悬崖村我是在一个高 更高的一个梯上拍的 它像那个楼梯的三层 它是中间的一梯伸出来的 那么进入这个村是有一条天梯 这条路 这条路上面有17个天梯 也就是那个藤梯 有的是垂直的 最高的100多米 村民和小孩都从这个地方上下 那么实际上 它只有好几条路 这也有一条路 这条路一到水滴 它只有酷水期的时候 三个月的酷水期 它才能走 而且也非常艰难 那么还有一条路 可能要走七个小时 还有一条路已经废弃了 那么这几条路死了很多人 包括这个天梯 近几年死了有十个人 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去看 后来我徒步 是五个半小时 进入到这个地方 在这条路上过去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踩返之后 我了解到 这个村里面有18个孩子 在这个村厦门 这个小学里面读书 这个小学 它的落差只有800米 但是一般外面人进来 得三到四个小时 才能上上去 那么小孩体能非常好 三个小时 这小孩就猴子一样 爬得特别快 那么后来我就 拍摄了这个天梯上的 这个饭学路 那么这个男 这个男士 他叫陈古吉 那么小孩叫陈木黑 六岁 他每次接他儿子的时候 要带着背包绳 把他拴着 就是他走的时候 反正他滑倒 那么这个就是 他们走的路 脚下都是万丈深渊 我第一次走的时候 非常害怕 但是为了做这篇报道的时候 我从山下 提前跟驾站下来 然后从下面又把孩子送到山上 我再下来 那么因为我平时训练 看风险能力很强 所以我胜任了这个采访的工作 包括视频 照片 文字 所有的东西 全部搞定 那么这个就是孩子背着沉重的书包 在上学的 当我用航拍器 我用无形机去拍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没有动土 我就当时就震惊了 后来我在微博里说 这个稿子还没有发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这个照片能够打动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汇聚力量来改变这里的现状 我是5月14号去拍的 5月24号发的 正好湾羊副总理在酿山考察 因为酿山是扶贫攻坚的这个战场 主战场 那么他看到了这个事件之后呢 就跟周围 跟周里面和神里面问这个事 结果他们压口无言 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 不知道这个现状 更何况这么多年死了这么多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说当天晚上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找到 第一个 陈姐你要多少钱 帮我们做一个平易这种 舆情压力的稿子 后来那个中介人就把那个 当官说了一通 他说你这是不可能的 你只有如实地把你的解决犯拿出来 后来我采访了周围书记 电话采访了周围书记 采访了县委书记 第二天做了一篇最终报道 周围书记表态 要建一个按照我的意见 建一个带式扶梯的道路 首先解决孩子上下的安全问题 第二个 让规划部门进入到这个地方 设计一条道路 把四个悬崖村 关联到一起 那么实际上这是四个悬崖村 有198个孩子 在山上下来读书 这个地方 这个学校在整个四个悬崖村里面 是状况相对稍微好一点的 那么在这个报道之后呢 全国的媒体 包括公益组织 还有官方官员 频繁地去造反这个地方 但是我没有去 我一向不相信这个 政府的表态 我只相信行动 我每次打电话给地方官员的时候 我说怎么样路修了吗 他正在修正在修 到我跟老百姓的时候 修了没有老百姓说 没有啊 所以我更相信老百姓 那么当然我更相信我自己的实地考察 那么在5月31号的时候 我带着报社四人的报道组 这次带着视频直播的报道组一起去了 到地方 我们第一天做了一个七小时的直播 从学校到走天地路 我们就看你们到底修了没有 没有修 什么地方断的 什么地方没有护栏的 所有的这种危险的地方 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同时给出解决方案 因为我找的专家唐了 然后著名的探险家杨勇先生 他跟我讲的很多解决方案 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 我把它所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都在直播的时候陈述了 那么后来在6月1号到6号 我们先后做了10个版 再一次把这个事情推到风头烂尖 在这个过程中 四川省还通过几次来想 让我们停止这个报道 但是我们保持顶住了 我们的总编说的一句 我们的总编说的一张 非常让我有心 让我感动的话 他说我们所有人欠孩子一条路 我们必须要做再大的压力 一定要让他这条路能够通达 那么在6月6号 是孩子们散学的那一天 那么我们所有的视频报道组 准备直播这个孩子天梯 犯散学的这个路 那将来是非常震撼的 但是在我们所有人 到达悬崖边的时候 村干部接到电话 县里面要求孩子们不能走天梯 必须要绕道走 好 我就跟他们去绕道走 绕了6个半个小时 走的都是断桥 隧洞 离世流 所以天梯这条路 反而是最直接的一条路 最捷径 那么所有的孩子走下来之后说 我再也不想走这条路了 那么家长说 我宁愿不上学 也不愿意再绕道了 那么孩子一个个都类成这样 大人都类成这样 实际上就等于说 整个亮山的这个问题 它实际上 宣押真只是它的冰山一角 它也是我现在所做的 这个社会学影像调查的 其中的一个点 那么我将以宣押真这个点 来展开更多的这种 对当地的这种调研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解决 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所有的报道 不是批评政府 我们是跟政府一起探讨 找的一个解决方案 大家都要诚实地面对 现实的困境 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的话 才能够共同地推动 这个社会的这种进步 那么作为这个职业的人 最喜欢的是 瓦尔德这句话 不服从事人生 与生俱来的美的 它将成为我职业的一种 最基本的信仰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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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